有協商嗎 就抖起來,他真的要製造 製造說民進黨 假像說民進黨杯葛什麼樣的 都是他們還在杯葛 你看得懂嗎 他們故意這樣 然後昨天打虛偽在上面 戰兵主義來提示 早上第一個講就講得很厲害 他現在是要注意 他這個畫面 然後在他們宣傳 事實上他自己 他自己 他自己 我比較記得 網路上好像有聲音說 那個 國民黨他們可能會 反而在臨時會的時候 出動來闖關這些 這些東西 那請問有 你們這邊是怎麼想的 來 鑽下去,我說什麼 蛤 鑽下去,我說什麼 鑽下去 鑽下去 鑽下去,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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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想了解 第一個就是 國民黨最近不是出了一個 廣告文宣嗎 就是說 說民進黨都是在杯葛 那民進黨這邊 會怎麼看那個文宣 事實上 也不如昨天的事情 馬英九在5月20號的時候 結果國外媒體訪問 他說 台灣老百姓是 迷茫 爛情 就是說 民進黨杯葛 都說民進黨在立完杯葛 四十一次 戰兵主義台 這次馬英九 他故意要知道這種 這種場景 他都沒有想清楚 民進黨為什麼杯葛 當然你要搞 盧茂 你要搞和事 然後 你 監禁條例 你也不利監禁條例 你所有的事情 包括 會社辦公室 你這所有事情 都是 站在民意的對應 然後 然後 你要 所以 我相信台灣人民 已經很清楚了 你什麼事情 假如正在台灣的利益的話 民進黨怎麼會對一個人 所以 第一個 要想 就搗狗為陰 事實上 是你有這些行為 我們站在民意的這一邊 當然要阻止你 阻止你 至於無效 你要國外都會受暴力 當然指針要最後 大家一定要對抗 要佔領主義台 所以 佔領主義台 不是民黨專領啊 我們來慶典禮食會時候 也是佔領主義台 他也禮禮佔領主義台 他那個時候 臨時會佔領主義台 是什麼事情 我有福茂的事情的時候 那天 如果今年625號 福茂簽完以後 我們要 我們對福茂很有意見 他知道民黨怎麼會這樣 他也很期待 慶典禮食會 慶典禮25號 就是 成功成臺利益還好 那一天 我們發生 七點鐘 所以國民 國民黨聽今天我的電話 他沒有人都會佔領主義台 七點鐘告了 說主義台 全部是國民黨的人 那我帶領大家去衝 然後 然後主義台上面 才有民黨 所以 國民黨不要用這一套 你要了解 為什麼民黨 要佔領主義台 當然是 要捍衛台灣 對 那 你 你所有的行為 是墮入前端 那 找原因嘛 那核心的問題也是一樣 嗯 所以馬上用這一套 坦白講 他現在 所有 潛入技巧 他沒有招數 所以他用周桃 好 那接下來 我們看 今天 熊年報紙打開 不是嗎 正往前說 黃昭順 好 要 到我去找 所有選手怎麼來 嗯 要將去民運黨裡面 要不要自己去 好 然後用這個 只要不要的話 就化掉了 用這樣的 一個很簡單的 二分法來 來 來處理 資金條意 就是他們自己決道 嗯 所以他 就是 全部用 做 製造 對立 對抗 來 來 來 所以 就很辛苦 昨天晚上 打了 那個 帥出來 最後發明是黃立平 他就說 民進黨 跟整理局有幾次 這些東西 已經 倒掉了東西了 好像台南人民 會很認真 想為什麼 我們要整理 所以他最後發明 用黃立平 不代表他 就追造黃立平 所以他們現在的行為 是用對抗再去對話 這個叫 製造這種場景 今天也是一樣 他根本不想開會 你 你在這裡這麼久 我想握草 你怎麼看官方的委員 去上去講話 就如此 啊 啊 你怎麼回事 他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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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勾志彭委員剛好在 我們可以稍微請問一下 他怎麼回事 他怎麼回事 對啊